有一次畫家張傑為某知名模特兒畫像 張傑在完成畫作之後 問模特兒說 您對這幅畫的感感是什麼 模特兒說 這怎麼說呢 即使是你 也不認為這是最好的作品吧 張傑就笑笑的說 那當然 不過坦白說 你也並非最好最自然的模特兒 有位大企業家 很自豪的和來訪的客人介紹說 這是全國最知名的畫家 被本人畫的肖像 怎麼樣 還不來吧 客人說 哇 太傳神了 把你成功的神采 拼搏不論書的神怨 都刻畫的回庙回校 入目三分 真是了不起的畫作 企業家說 真的嗎 不過因為 本人最近太忙了 根本沒有時間 這是我的部署 代替我當模特兒 被畫的啦 有位畫家和他的朋友抱怨說 那個藝術評論家劉阿國 真的很討厭 老是批評我的畫作 朋友就安慰他說 你實在不需要太在乎那個傢伙說什麼啦 那家伙 那家伙根本啊 就像一隻鸚鵡 沒有什麼見識 他只是重複哦 大家說過的話而已啦 音樂家庭教師啊 正在教小明拉小提琴啊 突然哦 小狗自窗外 抬頭啊 汪汪叫個不停啊 小明就和老师說 吵死了 老师 拜託你是不是可以彈一首小狗都不知道的曲子呢 老师說 我看哦 這太難了啦 還是叫你爸爸把這支助教帶到別的地方去吧 太太和丈夫說 我沒騙你吧 讓你啊 學習鋼琴啊 也是投資理財 穩賺不賠的一種做法吧 丈夫說 你這句話呢 是什麼意思呢 太太說 今天早上啊 隔壁的王先生啊 已經答應哦 用原先一半的價格啊 把他那棟房子哦 賣給我們了呢 有位行僧 問美術系列的教授說 老师 為什麼林真小姐的首場 各展發表會啊 會引起大家如此的騷動呢 她的抽象化真的有那麼好嗎 教授說 如果你的爸爸是台灣首富啊 我保證 你的畫展啊 會更轟動 得到更大的好評哦 有位感情非常豐沛的學生啊 和音樂老師說 老师啊 怎麼辦啊 我一唱歌哦 就淚流滿面啊 沒有辦法停止啊 老實說 這很容易解決啊 唱歌前啊 先用棉花或耳塞啊 塞住耳朵就行了啊 有位年輕技術高超的小提琴家啊 來到一位企業家家裡為企業家的母親生日宴會表演啊 他選擇了相當困難的曲子 這首曲子哦 有好幾個地方啊 必須有很長的停頓時間啊 只見好脾氣的女主人啊 靠近她小聲的說 年輕人 別緊張啊 慢慢談啊 這首曲子你既不熟 沒關係啦 下一首彈大家都熟悉的曲子就可以了 我們不會介意的啦 日本有個小警察啊 最近和他的上司女警官結婚了 婚後呢 那種小警察一直精神維靡不振啊 同事啊就問他說 你自從結婚後 怎麼一直都悶悶不樂呢 怎麼啦 太太對你不好嗎 警察說 哎 你們說了道歉說 你知道我有多辛苦嗎 我白天幹警察 反正回到家裡 還要幹警官 有個母親很懂得機會教育啦 有天啊 她請偉大的音業家 來她家裡啊 聽她兒子練習演唱啊 這位音業家聽完之後就說 哇 你的小孩啊 真是天才啊 ドレミファソラシド 七個音啊 竟然唱得一般高啊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聽到 這也是最差的經驗啦 這時候 孩子的母親反而很高興說 兒子啊 聽到了吧 不要再夢想當什麼音業家啦 趕快去練習棒球吧 年輕男子啊 拜訪莫達特啊 請教莫達特如何寫交響樂啊 莫達特就說啊 你過於年輕啦 我欠你喔 最好先嘗試 一般歌曲的寫作啦 男子說 欸 你不是十歲就做交響樂嗎 莫達特說 是啊 不夠 我不曾聽取別人的做起意見 年輕男子又問 那你每次坐在鋼琴前啊 是不是在想啊 若以曲子來詮釋啊 若以書無法表達的玄妙呢 只有一個啦 不知如何是好啦 老王就提議說 不如啊 不如啊 再生一個啊 你是兩人又一起生活了十個月 不夠啊 老天也正是捉弄人啊 這回啊 他們生了雙胞胎啦 有個帥哥啊 與女朋友在汽車旅館約會啊 在check out 要離開旅社時啊 保險套啊 不小心從皮卡掉了出來啊 窺台服務員就喊他說 先生 你的弟弟的外套掉在地上了 帥哥扔了一下 但隨即喔 把他從地上撿起來 隨後服務員看見帥哥的拉鍊 沒有拉啦 就提醒他說 先生 你的車褲也沒有關喔 帥哥啊 立刻就拉起拉鍊 並勉腆地問小姐 你有沒有看見我的車子啊 服務員說 看見的 而且呢 這個車子 正在漏油在兩個輪胎上啊 這個帥哥啊 才君姐剛剛啊 離開房間的時候 忘記穿回內褲了